圈的颜色 我们做了好几个三角形 所以三角形部分的话 请各位回去再练习吧 反正不是有正三角形 反向三角形 前面加空白 对不对 再倒过来 后面还有更多三角形 你可以自己去想 反正你想得到 如果你也做得到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 如果你想得到做不到 那表示你花的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也蛮花时间的 再来的话 就是刚刚我们做一个直数的判断 程式我们有再把它转成 那个VBA 转的过程呢 如果你还有一些 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我有把它贴到云端上 所以其实我刚刚写的VBA 程式在这里 另外我把它改成储存格 也程式在这里 所以你现在写不出来 没关系 先复制贴吧 然后先可以run 再来把一些关键地方delete掉 重打一遍吧 慢慢模仿 如果你刚开始不熟 你就先模仿 模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就自己知道怎么变化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下一个礼拜 我们就还会有三道题 第一道题 请各位想想看 做出一个叫猜数字游戏 猜数字游戏就是说 我今天呢 请你猜1到20 所以第一个里面会 input一个random 因为我要产生乱数 那个乱数是1在20之间 的一个乱数 是电脑乱数跑的 OK 那跑出来之后 它会记在一个 一个变数里面 那我就猜嘛 1到20怎么猜最准 刚才先从中间猜 10 太高了 低一点 所以第二个的话 我就猜什么 太高了 那就低 5好了 enter 太高 变太低了 所以又清掉了 10以下 然后到5以上 然后现在的话呢 5又以上的话 就是6 7 8 9 所以有4个 那应该猜8好了 恭喜你 答对了 猜对了 看得懂这个逻辑吧 怎么写 其实提示一下 第一个 就是要什么 import一个random 这个random的话呢 它不是内建的 所以你要产生乱数 第一个 你要importrandom 后面有一个方法 叫random range 这个random range 跟range很像 意思就是说 瓜糊里面的话 你要产生多少到多少 你就是一个什么 1到20嘛 那就20的后一个 就加1那个数字 有没有random range 这样就OK 那所以刚刚8 就会放在这里面 那问题我要怎么样 刚刚好 可以让它不断拆 直到拆到为止 所以这边会需要有一个 回圈 那回圈我也不知道 它能够拆几次 所以这边的话呢 比较适合用fire回圈 不适合用for 因为我怎么知道 这个user 他到底拆几次才会对 对 所以你如果用for回圈的话 range你要给几次 但你也可以怎么样 很大一个数字 当它拆 拆对了就break掉 也OK啦 只是我觉得这样 好像理解上 不如用fire回圈 所以input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fire 这边你会发现我写这样 有点奇怪 fire e 冒号 老师刚刚没有交到 其实我跟各位讲 我刚刚讲e是什么 e是true 那他fire回圈什么时候会进到回圈里面 就当后面是true的 对不对 如果是true 那意思是说 这个写法是 他会有 无穷 只静的进到回圈 所以这边有这个fire e-mail 后面就要一个break 也就是当他答对 就break 所以fire e-mail 一定要配合一个break 如果你没有一个break 他就一直跑不出来 OK 剩下来就逻辑判断 诚实真的不多 OK 下一个礼拜第二题 就是什么 练习 猜猜看 这是几月 英文猜数字 这个是几月 September 那我先猜一个错的 猜个十月 答错了 所以继续猜 September应该是九月吧 答案正确 他一直猜 所以这个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类似像 CAI 就是给小朋友玩那个 比如说他测验 然后他不断在测验 他要考试考得很简单 一直给他测验 测验到几乎都达到100分 他就考试应该都会得到100分 所以如果你 你要让小朋友能够 就是以后升学考试很好 你就让他一直考试 然后一直记得题目 看题目之后 马上直觉知道答案的话 他应该会考很高分 那你千万不要让他 一直问说为什么 你刚才讲说 你就把它背起来就对了 因为你如果他问为什么 他以后考试就考不好了 因为他会花太多心思在想为什么 他就不会一直去看 一直去记那个要能够拿高分的那个方法 算了 这题外话 不是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的逻辑 那最后的话 剪刀 石头布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的 做出一个剪刀 1代表剪刀 石头布 比如说我今天出剪刀 那电脑乱数出 所以乱数的话就1 2 3 出一个 电脑出了布 你赢了 所以我出剪刀 电脑刚好1 2 3 他刚好出到 1 2 刚好布 所以比一下 我就赢了 但是还没结束 我出石头 他又 变我输了 他又出布 如果要结束的话 就输入4 就结束了 好 三个题目 回去请各位想想看 这个地方 这三道题该怎么 其实程式真的比你想象中的还少 而且这些写法前面都教过 都没有新的东西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 前面教的东西 可以写出一个游戏出来 那如果有时间回去想想看 那如果没有时间 请你把前面先把它 先 熟悉 OK 那